俄羅斯進攻 烏克蘭是首度動用了新武器 指稱是有發射極音速飛彈 摧毀了一處地下軍火庫 而至於烏克蘭的南部 有不少大城市的戰線吃緊 東南部城市瑪利波圍城孤立 也讓總統傑林斯基就痛批說 俄羅斯的戰爭罪行 會在歷史留名 俄羅斯國防部十九號表示 名為匕首的極音速彈道飛彈 十八號摧毀了烏克蘭西部 靠近羅馬尼亞邊境 伊凡法蘭科夫地區的一處 大型地下軍火庫 並且釋出宣稱是 飛彈擊中目標時的畫面 俄羅斯總統普廷 在二零一八年的國情資文時 曾盛戰匕首極音速飛彈 可以用音速的十倍速飛行 無懼於所有的防空系統 堪稱完美武器 烏克蘭與美國官員證實 俄羅斯的確使用了極音速飛彈 是紀錄上首次用在實戰 俄軍對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攻勢 陷入停滯 但南部幾個大城持續陷入慘烈戰鬥 東南方港市馬力波圍成無解 俄軍加大攻勢 炸毀一所容納四百人避難的藝術學校 目前傷亡受困人數不明 烏克蘭國防部坦承入侵者佔優勢 目前暫時無法進出亞素海戰略要地 當地估計有三萬五千人逃亡 馬力波市議會十九號指控俄軍 強行將當地數千人帶到俄國境內 有如二戰時期納粹的掘人暴行 總統傑林斯基譴責 俄方對馬力波圍成犯下戰爭罪 南部造船重鎮 尼古拉耶夫的頑強抵抗 是二軍至今無法直取軍港 敖德薩的關鍵 當地一處軍營十八號清晨遭數美火箭攻擊 可能造成上百名士兵慘死 接令司機重生核談的必要 俄烏戰爭進入第四周 聯合國統計 截至三月十八號已經造成至少八百四十七 名平民喪生 一千三百九十九人受傷 超過三百三十萬難民已經從西部邊境逃離 烏克蘭 大約還有兩百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 公日新聞 蘇惠仲閩 我們在香港中心寺行 胡蘭 釀坡 一百五十四十七七十七、七十七、四十七、七十七、七、七十八、八十十五四十八、七十九、七十一年 英國全國全民喪生 方法